吴尼尼尼尼尚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呢 带你来看到县长徐震卫重视在地基层声音 率县府团队是前往玉里镇公所来召开113年度的基层座谈会 23号前往玉里镇除了宣导各局处的重要政策跟规划 也针对村里长提案的逐一回应 全力为玉里来解决建设道路相关的问题 县长徐震卫重视在地基层声音 率县府团队前往玉里镇公所召开113年度基层座谈会 23号前往玉里镇除了宣导各局处重要政策与规划 各村里长也把握这一次的机会逐一提案争取解决方案 现在他照片里面那个围起来都是容易自己做 因为那个水如果下好雨或是台风的 那个直接上那里我们下的时候直接直接冲到那个水田 这个太平津浓露会是那个富兰 然后刘泽新富兰 影响到我们农机以及还有农民 经过的时候会掉到那个水田里面 道场柜冰包含了宇镇长龚文俊 花年签议员詹金赋中宿镇金属米以及林玉芬 会中各村里长积极反应明星 共计提出了21项的建议案 徐政卫针对各项的提案逐一回应 这是命号道路的部分 我们希望未来花林县政府跟这个政公所合作 就是花林县政府做比较大的 比较长的这个标的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计划道路 命号道路的部分 那有关于五十六十这些的比较小的基础 建设部分到时候都会请政公所来执行 座谈会中村里长永悦的发言 聚焦在路桥修复以及产业道路铺设 农路以及道路上边坡整具等多项议题 许政卫并指示相关的局处尽速了解需求 协调公所或中央驻地等有关单位 办理实地的会刊 尽早地来为相亲解决问题 记者高双双张宁泰 玉丽镇采访报道